女人正在体验日式单腿掉幅 她被吊在半空中 身体止不住地来回摇摆 从精湛的绑人手法可以看出 绑她的一定是位大师 女人接下来会遭遇什么脚趾头都猜得出来 经过长达三分钟的培训后 大师把目标转向了女人的老公 将对方五花大绑拖进浴室里 让其享受最高等级的酷炫水形 水形就是水龙头每秒滴下一粒水珠到对方脑门 和水滴时穿是一个原理 等打穿脑门后老公的脑子直接就能进水了 大师这么做是有什么深意吗 很简单 她就是喜欢别人的老婆 就在不久前 大师在女人楼下驻足眺望 确定周围没人后 她捏手捏脚地走进屋内 此时正在屋内探索什么是快乐星球的小两口 并未发现一场 大师也没立刻行动 而是先拿起女人的高跟鞋一顿猛吸 味道很正 决定就对这家下手了 随后她快步上楼 确定家里只有两个人后 大师拿出被好的麻绳直接冲进了卧室 还没等男主人反应过来 就被立马制服住了 他刚跑下楼准备反击 然而他根本不是大师的对手 很快就被勒得喘不过气 接着被五花大绑了起来 傻子才看不出来大师的意图 可女人却说这是另外的价钱 然而大师的钱都拿来买麻绳了 看来只能来狠的了 只见大师烧红了老虎钱 直接剪掉女人老公的一根手指 随后拿到女人的面前 反正你老公还有九根手指 你有的是时间考虑吗 女人害怕老公受苦 只好委屈求全地答应了 可接下来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两人安静地躺在床上 什么都没有发生 就只是安静地躺了一晚上 然而躺在浴缸的老公可不安静了 大师拉着女人在他面前 甜蜜地扭秧了 可老公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后来女人实在是受不了 这聪明的操作 就随口骂了一句大师 你真可爱 大师二话不说 直接剪掉了老公的第二根手指 还威胁女人以后再敢顶撞一句 就会接着剪掉老公的手指 为了老公的生命安全 女人只好委屈自己 答应大师一切的无理要求 这次大师直接让女人 换上皮衣皮裤 趁着大师拍照时 女人趁机逃进了浴室 迅速锁上门 准备救走老公 可老公却阻止了女人的解救 而是让女人先报警 身在门外的大师 没有丝毫的慌张 他猜到了两人脑子 都还没发育完全 静静地在门外 听着里面的动静 想看看他们会整什么幺蛾子 直到女人花了五分钟 想出报警电话准备拨打时 大师直接闯进浴室 女人连忙掏出匕首 结果怂得要死 就是不敢攻击大师 大师指着脖子 让他砍他都不敢 拿捏女人心思 拿捏得死死的 也不配合他表演了 直接一把控制女人 还将他再次绑在了床上 这次要对他示意暴行 而且还是心理暴行 只见大师拿出了老虎钱 不久后 他用老虎钱 夹着一颗蛀牙 放到了女人的眼前 每次耍花招 受害的都是他老公 甚至让人怀疑 这就是女人故意的吧 嘴上说着别伤害老公 干得尽是些伤害老公的事 那么女人 为什么恨自己的老公呢 一颗蛀牙被放进了 女人嘴里 随后女人被破咽了下去 绑匪威胁女人 如果再想要逃跑 可就不只是 吃牙齿那么简单了 面对变态的绑匪 女人被吓得屁都不敢放 绑匪为了更加了解 这户人家的情况 开始观看起 女人老公手机里的视频 他竟然发现 老公经常家暴女人 而且尺度大到难以想象了 没想到对方 比自己还变态 甚至自己让女人吃牙齿 在老公对女人的家暴面前 都是小打小闹 就在这时 老公的电话收到短信 一看才知道 原来这小子 早就在外面有了别人 怪不得女人 总是明面上保护老公 暗地里竟敢伤害老公的事 面对这种不当人的渣男 变态的绑匪都忍无可忍了 他要给老公好好上一课 让对方也感受 感受被家暴的滋味 老公此时被五花大绑在浴缸里 毫无招架还手之力 绑匪反手就把镜子摔个稀巴烂 随后取出一块碎片 拿着碎片就捅进老公的肚皮 痛得老公之外乱叫 接着绑匪回去给女人松茫 他觉得女人太委屈了 冒着女人可以反杀她的风险 让女人换上宽松的衣服 就这样 女人第一次度过了轻松的一夜 当然 依旧和绑匪什么也没有发生 等到第二天清晨 女人趁着大师做早餐的空隙 偷偷潜入浴室和老公见面 女人安慰老公 你一定要坚强 我没有和绑匪啥事都没干 他就是想分离我们之间的感情 你要坚定地信我 我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的 可是老公此时满脸写着不信 一直追问女人 他和绑匪进展到哪一步了 这时 女人听见绑匪上楼的声音 连忙无视老公回被窝里装睡 很快 绑匪端来了丰盛的早餐 这还是女人第一次享受男人做的食物 她正生起对绑匪的一丝好感 就看到对方正在翻看自己和老公的录像 好感瞬间全无 看来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没想到的是绑匪把女人那些不雅的照片视频全部删除了 虽然对方这个举动很满心 可对方毕竟是绑匪 女人还是对她充满警惕 悄悄拿了一把刀放在了椅子下面 准备找机会把她打掉 这时绑匪开始询问起女人被家暴的原因 原来在几年前 唯一的女儿不幸遭遇车祸撒手人寰 而老公还在外面出差 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后 就变得暴怒无常 把女儿的死全部归咎在女人身上 闲来没事就喜欢乱发脾气 心没了一大半绑匪看着心疼坏了 拉着女人的手不停安慰 结果女人还是气得不行 激动地站起了身 藏着的刀子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绑匪看了一眼 连发火都懒得发了 因为她早已算定了女人是个有贼心没贼胆的窝囊匪 然而女人不服气 她还要再次展开暗杀 于是偷偷拿了瓶贺鼎红藏在身上 准备找机会下药 等待晚饭时 女人表示要去倒点红酒 大师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欣然同意 女人抓住机会往杯子里倒喝顶红 可她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幕全被绑匪看在眼里 绑匪不但没想着揭穿她 甚至还想陪她眼下去 看看女人待会计划失败是个什么反应 绑匪提出要先和女人跳支舞 跳完之后再喝酒 然而就在跳舞的时候 她故意把酒杯打翻 害得女人功亏一篑 计划失败后 女人有些忐忑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女人说 我好像被你吸引了 绑匪温柔解释说 是你太缺爱了 女人以为自己活不过明天 谁知一大早绑匪就背着包离开了 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因为她怎么也想不到 绑匪就是来玩的 目的就是让小两口自相残杀 她的出现只不过想植入一些误会 人都有宁可信其有的弱点 这个弱点就会让熟人自相残杀 女人全身被吊在半空 只有一只脚可以勉强支撑 本以为绑她的大师会对她做点什么 可对方却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留下了一封很内涵的信离开了 真正的大师从不用自己动手 一封信制造一个误会 就能让甜蜜无间的小两口互相残杀 果然 女人读完信确认大师已经离开 于是跑到浴室去解救老公 当女人解不开绳子时 急忙地拿来一把刀 这架势把老公吓了一跳 她对女人已经产生了怀疑 等到女人将她救出后 还细心地帮她包扎 依然没有能打消老公的疑虑 误会一旦产生 就会千方百计地去验证误解 她不停追问女人 到底有没有和大师发生过什么 不然大师凭什么会放过她们 女人越是拼命地解释 就越是加重老公的怀疑 老公觉得女人的话不可信 开始自己动手寻找蛛丝马迹 理由这种东西 只要你想找 任何理由都可以作为背叛的证据 果然 当老公看到大师的留信后 信上讲述了一些大师对女人的留念 仅仅是一些暧昧的词语 都能成为老公的把柄 她直接掐住女人 丝毫不念刚才就自己的恩情 还想对女人施暴 女人吓得急忙逃开 两人在女儿的房间里发生争执 女人气得给了老公一巴掌 然而老公也熟练地回了女人一记耳光 这一切完全在大师的预料之中 现在即使没有她在 仅仅一个小小的误会 就可以让她们自相残杀 即使大师真的没有和女人发生任何关系 女人此时也察觉到了大师的可怕之处 但已经为时已晚了 老公现在只想杀了她 万念俱灰时 女人的闺蜜闯了进来 闺蜜赶紧打电话报警 然而老公将闺蜜一顿暴打 而且还要拿暴震捂死她 女人健壮只好拿出小锤 一锤子解决了老公 虽然大师走了 但老公最终还是没有保住性命 大师不需要亲自动手就能要了她的命 因为她巧妙利用了人性的弱点